刺蝟蜡蜡年级还小 有时候还跟妈妈说闹呢 妈妈抱抱我 不 昨天抱你时 你身上的刺叉点 把我的手臂挂伸了 刺蝟蜡妈妈说 蜡蜡喜欢在沙发上跳啊跳 沙发有被画出了一条条链蜂 爸爸发火了 蜡蜡不要在沙发上跳 蜡蜡和小猫容易在园子里玩 蜡蜡身上的刺不小心滑过 蜡蜡的气球 怕气球爆 气球爆住了 蜡蜡哭了起来 妈妈急忙跑 蜡蜡蜡 蜡蜡你怎么又把龙蜡的气球弄过了 蜡蜡你怎么又把龙蜡的气球弄过了 蜡蜡我不是故意的 蜡蜡有点 蜡蜡有点讨厌自己身上的刺不 蜡蜡 蜡蜡就这样 蜡蜡慢慢长大了 到了,到了独自生活的年龄,一天早上,蜡笔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家。 背上行李包,看了熟悉的老屋,最有一眼,跟爸爸妈妈挥挥手, 蜡笔勇敢地向前走去。 第一次离开家,蜡笔的心疾心,泛有又不安。 一个人的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蜡笔走了一整天,他把汤列坏了。 这是他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 他坐在一棵松树下,不知不觉睡着。 半夜里,蜡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弯弯的房子里。 。 豆油,豆油灯,还亮着。 哪里? 0,豆油灯,一盯灯明吧? 諷刺欢咒,小石。 包松果 還有一筆 筆菊 紫枝 太好了 那筆拿 果 拿 包松果 精進 有 味的吃起來 那筆 過去 不喜歡 喝橘子 味兒 太強 喝過之後 老 想打 噴嚏 但 現在 只有 竹子 吃 那筆還是覺得 很滿意 啊 對了 這是 哪兒 這是 哪兒呢 蠟筆 打了 一個 哈欠 有 咪咪 糊糊 你 借著 借著 睡 爸爸媽媽 不在 身邊 蠟筆 能睡得 很好 這是 她 第一次 獨自 獨自 睡覺 第二天 跑進來了 一隻 松鼠 一邊 跳 一邊 拍手 大松果 醒來了 大松果 醒來了 咦 誰是 大松果 是 是我嗎 那筆 奇怪地 看著 小松鼠 松鼠媽媽 走進來 傻孩子 可不 誰 這樣 亂講 刺猬 先生 對不起 我的孩子 昨晚 我 幫你 幫你 做 松果 給 姐 給姐 了 回家 晚上 睡得還好嗎 早餐 早餐 我給 給你 準備了 松油冰 松膏 和 松子醬 我要吃松果 我 打松果 我 帶你去 調 破的 小松鼠 雞米 跳著 爬過來 牽住 那筆的手 那筆 太感動了 鼻子 酸酸的 多 多好的 松鼠太太呀 除了讓她 吃 好 睡好 還 還 稱呼 她 刺蝟 先生 這是 他 這是 那筆第一次 聽到 別人 叫他 先生 那筆和松鼠 一家 廢 過了 魚 壞了幾天 她 幫松鼠太太 解 松果 跟松鼠太太 學篇松毛 毯子 和松鼠先生 一起 把 動的 才 我們 好 那筆 還 跟小松鼠 幾米 打了一場 松果 手 球 告別 松 告別松鼠 一家 那筆 繼續上路 大筆 走 走 過了 三座橋 翻過了 四座山 來到 一片 美麗的 草 墊子 有 好 好 外來人 一隻大狼 走過來 這兒是我的地盤 你快滾吧 你 你的地盤 那筆 吃金 你 第一問 這個 這 一大片草墊子 全是你的 墊 地盤 沒錯 是我 騙 草 草墊子 的主人 大狼 說 別說他的 別聽他的 他是一個 騙 強盪 一個騙子 一 一隻 八 哥 在 一 一棵 蘋果 樹上 大聲 你說 這片 草墊子 屬於 所有 人 原來 大狼 為了 佔有 這片 扶 柔的 草墊子 用 用盡 了 個 中手 不斷 的 欺騙 恐嚇 大 大大 出 手 等 把 把 所有的 善良 的 善良 的 動物們 全都 趕走了 八個 八個 說的 不錯 那筆 站在 站起來 這片草墊子 應該屬於 所有人 你沒有 你沒有 權利 你 趕走 別人 你說 什麼 權利 我的牙齒 就是 權利 我的 桌子 就是 權利 大狼的 眼睛 一下子 變 綠了 很 很顯然 他生氣了 而且 非常生氣 被趕走了 被趕走了 動物們 瞧瞧 地 回來了 他們 躲在 大樹後面 和草 草叢中 心裡 非常 佩服 小蠟筆 肝根 香二 香二 香二的 大狼 正 抖 正 抖 抖 暴露的 抖 抖 暴露的 大狼 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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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埃茜的韧時 讓大狼一次疼了 欸呦 哎呦 好痛啊 大人斜着一条退 一起一拐地离开了美丽的草垫子 草垫好样儿的草垫 你是我们的英雄 动物们欢呼着把草垫抛上了天空 是吗?我是英雄啊 草垫开始喜欢自己身上的刺了 谢谢